搞这个店的时候,家里人有支持吗? 我一顾情绪要来搞 因为很感觉自己搞管理这么多年 我那个小店自己来管理,但没有问问 但是第一步选址就选不了 最大一个人 为什么说宁愿花最恍惚的也要 也不想费自然流量 我一天操心没有流量 现在我就是没流量 操心自然流量 我们作为一个餐饮小白 贸然进来之后才发现这里面水太湿了 确实 我在山西太原的南中环街这边 今天去派一个奋斗中的餐饮人 是一个80后的小伙子 我刷了一下他的一些视频 非常的励志,非常的拼搏,非常的吃苦 今天去看一下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现在我已经到他店门口了 这是我队友小强今天跟我一块来的 这个装修风格挺好的 哎呀小郭就是你吧 来来来 就这么巧在门口等我 我是山西新东人 我在菜园然后干菜园 来了餐饮 我饭酒 我记得我的串酒锅 串酒锅 所以撸串喝酒加冬天有锅子 我的锅子中的也不 所以你家锅仔很多是吧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小酥肉、盐酥鸡 小酥肉、盐酥鸡 还有那个粗豆 哦 很多小酥肉和盐酥鸡 有进口的,泰国进口的薯饺 小黄鱼 小酥肉 盐酥鸡 四个平米块的 这是一个什么菜 脆皮肥肠 是脆皮肥肠 那像这一份是怎么卖的 脆皮肥肠 脆皮肥肠28 28 四个就是成本价 因为这个肠必须选用大肠头 不能用普通肥肠 对对对 得用肠头 一根肠头下来 就将近18、9块钱了 肥肠很贵的 有感觉啊 有感觉 挺好 这一块是总投资 两间店的时候 第一年就投了158 哪来到这笔钱呢 一般30岁 有一百多万来投资的 我觉得还是少 最开前面几年也是 我以前做酒店管理的 以前做酒店管理 对做了10年酒店管理 然后自己积攒了些菜 然后一直想做餐饮这一块 这是那个羊蝎子 这是羊蝎子 对这个得提前一天开始做 什么螃蟹 什么类型叫 这个大闸蟹 叫大闸蟹 二两半的 一个二两半 对对 这个做出来是一个 涉及到什么锅餐 香辣蟹 对 好的 现在看一下师傅做大闸蟹 是吧 对 师傅多长时间出锅 跑了三四十秒下锅 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哇 这么快 大家看一下 有感觉 放到高压锅里面 再放到高压锅里面 好嘞 这个辣椒一看就很猛烈 嗯 好 好 放到锅里面 这个是啥师傅 辣汤 辣汤 麻辣汤 哎呀 好吃的秘诀就在这个汤里 也是秘制的 这个感觉 高压锅搞一下八分钟 你搞这个店有贷款是吧 要有 有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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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共前天后我总共贷了有七十多 我是投完一百五十万之后 然后第二年又又进了四十多万 第三年从大和小又又进了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 对 那人嘛 就得折腾 一不争分 这种就是说听别人的失败者 失败了之后给我分享的经验 我是体会不到的 这些东西自己经历过一次 才知道其中当中是因为什么都原因亏的 自己从小白是很多知识事 是书恋上视频上听别人说能学到的 你必须得自己亲身经历一次 必须得去做 看上自己的创业 你肯定得面对失败 结婚没有 结了 有孩子了 有孩子了 两孩子 两孩子 咱这所有的海鲜全是鲜活的 全是鲜活的 对全是鲜活的 包括生蚝扇贝都从来不买冻品 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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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是啥玩意儿 蒜米拉穗 蒜米拉穗 提个鲜味 提个鲜味 好的 我加点猪油 蒜汤 蒜汤 哇 哇 那这个再蒸几分钟呢 再炖几分钟 这个也是十来分钟 也是十来分钟 漂亮 美食爱好者 它对蒜油 哇 你们是母女 对啊 长得好香 哈哈哈哈 好香好香 大家味道怎么样 来的多少吃啊 你们 你好 都挺好的 哎呀 你是不是刚好疫情发生的时候开了这家店啊 对 刚好疫情发生 哎呀 你这真的是 然后三年伴随着一直陆陆续续的疫情 今年四月份又不断的疫情 现在还能撑着真是奇叫 硬撑着的 其实我目前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忠实的老客户 这就是平价特别高 那这部分老客人都签了没钱 所以我需要就是大家更多知道这个店 来过来可以品尝一下 对对对 好嘞我们的菜上齐了啊 来现在小翔尝一下啊 这一盘是158啊 这三个锅都是158 这是香辣蟹 味道很足 很足 对我觉得你吃的虾肯定是比我多 对吧 味道很鲜 这一锅还是给我 因为我们两个人吃不了 就弄了一个小锅 其实正常的大锅是比这个量大 6斤比这个量大 是158 对对 对对 跟我们传统探院的羊蝎子 味道也不错 羊蝎子是咱们探院的一个 应该是大同的 因为这个我也是从那个 我专门带着去大同学的 大同那个店一天能卖200多斤 哇 一年多少 不连数一年23万多 小二十万 一天就是固定成本 只要就是我这里头所有买的东西不进嘴的 就是固定成本 一天得2900 就是一天你至少得营业到5000左右才能包分 才能包分 有个麻辣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那是广东排队王的 你去那儿学的 对广东排队王的 你搞这么一个餐 一年是不是跑到全国各个地方 我已经吃遍了 你好 所有好吃的地方吸收过来 拿个位子 你要是喝见那个可以再尝一下这个 这个是 福加麦玫瑰 这个是女士是吧 对福加麦玫瑰 那小强帮着女士尝一下 这个有点那个气水的味道 哈哈哈哈 这就对了 女士爱是吧 就是酒和气水那种混合的味道 很多人也知道这个啤酒 螺丝夫石 因为它光酒精度就11.3度 就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白酒才42度啊 38度啊 53度啊 这个就11.3度的酒精度 但是它是比利时特别受欢迎的一款酒 在我们这边喝很多人也爱喝这个酒 因为它口感是纯到就是说 我们喝点啤酒 这样什么才叫享受啤酒那个入口的感觉 哈哈 我们平常喝的雪花那些黄啤汁 满满传传两个口感 你已经说到我迫不及待了 赶紧打开赶紧打开赶紧打开 赶紧打开 来讲一下搞一口 你虽然不能喝酒是吧 今天先品尝一两口 就是和平常喝的啤酒香饼 这个还好 这个你那个好 你还能承受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这个对于不太 不怎么喝酒是绝对一瓶倒 哦呦 那小强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我都不敢喝了 好的 明白了 这个香啊 我还平时很少吃那些小龙虾 真的有点不会吃 是啊 现在我们家这个蒜头 蒜头对个蝦 我觉得就像我一样 小人家不错 可猜这个蝦那蟹 能比上吃这些 Bunu第一年 thought they would 吃性是 三次吃了大大蚌 还是在上来的时候 大井的 bunker 现在都可以吃 这个音乐确实是很多 很滑很多 它的核心就在这里面 来看一下 它这个油好重 十分钟 下去了下去了 下去了 来 再擦一下 太大了 来 尝一下这个羊仙子 大事特效啊 羊仙子 很香啊 这个羊肉非常香 我在后主拍的时候 看那个韩国啊 特别新鲜 这个肉做得非常不错 这三个菜是它两个子啊 撑得住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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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得这个肉啊 大肉 撑得住台面 然后每天 这个肉都不要 就是表城 撑得很软啊 贵 envo 喜足之来的 贵远 就很弱啊 那就是他的啊,好多安心吃饭啊 我跟他说,说中了也听不见 晚上和朋友们在这坐着吃点东西啊 聊聊天还是蛮惬意啊 他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啊是长治路啊 前面是南中环街,长治路 然后那边是学府街 然后就夹在这个中间 他这个店的位置 所以说老板说唯一的一点不好 就是这个位置比较流量 人流量比较少啊